中印局势趋于缓和之际 美国又来闹事 前一秒是好 后一秒见死不救 印度这次还会听他们的挑拨吗 敬请关注 据印度时报最新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查伯特 和印度裔美国议员阿米贝拉 提出了一项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 修正案称 中国和印度应该努力避免 让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局势恶化 同时还扭曲事实 妄加指责中国 在本国领土领海等地区 合理合法的政治主张 事情还远不止这么简单 在改向修正案获得通过后 查伯特在一份声明中对印度示好 并继续渲染中国威胁 他宣称 印度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重要的民主伙伴 同时表达自己是美印双边关系的 坚定支持者 在中印对抗中将会毫不犹豫地 同印度站在一边 实际上我们都清楚 美国此举背后的选恶用心 不过是为了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 但是在明面上 他们不会这么说 而是打着支持印度的旗号 来挑拨中印关系 将中国合理合法的行为 污蔑诋毁成难以置信的侵略性行动 还更加荒唐地宣称 中国在多处挑起领土争端 值得肯定的是 美国在口头称印上 确实做得很到位 除此之外 美国还帮助印度造势政坦 本周一 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 和印度海军 在安达曼尼克巴群岛附近 举行了联合军演 看上去美国似乎很仗义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根据印度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 印度目前的确诊人数 已经突破百万大关 这也预示着 印度疫情到了一个不可控的地步 在实力 经济 医疗等方面 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 印度想要完全通过自身来控制疫情 几乎是堪比登天 在多次向亚投行借款之后 近日印度总理莫迪 又主动向美国求助 然而 等待印度的 却是美国的严令拒绝 在印度与邻国对峙时 美国大肆挑拨 在印度真正需要帮助孤立无援时 美国却选择了袖手旁观 见此不救 印度在极端民粹主义的美国面前 不过是南亚的工具罢了 因此 对于美国这次 对于中印边境局时的再一次挑拨 印度八成不会听 明明见此不救 却还要把自己吹嘘成印度忠实的支持者 印度人民被美国深深地欺骗了 况且印度都主动发送求救讯号了 现在就算是 他们想挑起争端 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